你看一下 下面這六指的畫小型這邊很重要 所以請打十顆金 這裡面有一些與常犯的錯誤 所以請仔細看 第一個 你看一下 根號169是多少 根號169 如果你有背的話 根號169其實是多少 13的二四方 然後二四方跟根號可以幹嘛 消掉 所以答案就是 13 這個我講第一題沒問題 第二題就有很多人會被騙 請問你根號十顆比金有多少 不要寫4 寫4你就會被騙了 因為二 二四方跟根號可以幹嘛 消掉 所以答案就是16 你被靠16就講到老數字根本就想寫4 不是喔 這樣會嗎 以此再推 這個題目也是有限題的 請問你根號負四的二四方是多少 也是一樣 平方跟根號可以幹嘛 消掉 所以你不好 負四 可是因為出來是正的 所以怎麼辦 你要加絕對值 所以它得4才對 這兩題要小心喔 這兩題 都是你常犯的錯誤 它不難 但它是有限定 因為很多人看到16想要寫4 看到4想要寫2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的 看有沒有平方嘛 這樣子會啦 好 再來 第四個的話呢 根號72怎麼化解 你找出兩個數字相乘 你可以用9跟8 但我會建議你找最大的 越大越好 我示範給你看喔 如果你用的是9跟8的話 會出現什麼結果 你知道嗎 這個9不是等於3的二四方 所以答案多少 3跟號8 可是這個不是答案 為什麼 因為8還可以怎麼辦 再參與4乘2嘛 對不對 4不是等於2的二四方嗎 你再拿出去多少 6跟號2 順便做兩遍 這樣算太慢 這樣算比較好 來看這邊 建議你 你把72猜多少 72 猜成36乘以2會比較好 因為36乘以2也是72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36乘以2 原因是因為 39多少合適法 6 所以提出去就變不好 6跟號2 所以這樣顯得會比較跨一點點 你不要猜這個小的數字 猜9吧 那樣會比較慢 會啦 OK 這把記下來 建議你不要打信號 好 然後再來 27怎麼猜 27 9327 這就是9為1的幾 對不對 9327 然後這個9提出去 這邊有什麼 3 所以在亂 大概就是3跟號3 這樣會嗎 好 第六個也是一樣 打一顆C 4乘以根號8怎麼成 4乘以根號8 4乘以根號8 你不要直接解4根號8喔 這不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根號8還可以幹嘛 還可以拆 變成多少 根號8可以變成4乘2嗎 4提出去變多少 2根號2 好 現在問題來了 4乘2根號2怎麼成 你知道嗎 對 只有外面成外面而已喔 你可以怎麼想 來看這邊 你把它想成喔 它相當於4乘上2a 請問你 4乘以2a是多少 4乘以2a不是8a嗎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4乘以2根號2就是多少 8根號2 所以換句話說 根號2的成法 其實跟那個位置數的成法 是一樣意思的 所以答案就是8根號2 這樣子 會啦齁 好 這個你把它抄起來